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愿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谢谢你带领 并且让我们可以 透过你先知 你透过先知 以前所说过的话 帮助我们重新去听见 上帝你在这个时候 要对我们所说的 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耳朵 我们的心 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今天是3月6号 而今天我们要进入的是 弥迦书第一章 一到九节 当犹大王约坦 亚哈斯 欣西加在位的时候 摩利沙人 弥迦得耶和华的末世 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人 万民啊 你们都要听 地和其上所有的 也都要策耳而听 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 要见证你们的不是 看啊 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 降临步行地的高处 种山在他以下 这都因亚克的罪过 以色列家的罪恶 亚克的罪过在哪里呢 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 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呢 岂不是在耶路撒人吗 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 变为田野的乱堆 又作为种葡萄之处 也必将他的石头 倒在谷中 露出根基来 他一切雕刻的偶像 必被打碎 他所得的财物 必被火烧 所有的偶像 我必毁灭 因为是从妓女 顾驾所拒来的 后必归为妓女的顾驾 先知说 因此我必大声哀嚎 赤脚肉体而行 又要呼嚎如野狗 哀鸣如鸵鸟 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 无法医治 言及犹大和耶路撒人 我名的城门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所读到的 正是明家书 一开始先知明家的宣告 而先知明家的宣告 就成如过去我们所读到 许多先知的宣告一样 它其实一开始就标明了 它所在的那一个年代 特别是犹大王 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在位 这正标明了 这是祖前736年 以及到祖前686年 这当中这三位王 在位的期间 就很简单的 先知用这些王在位 再表达一个年份 而如果我们推算年份 刚刚好 先知明家 其实当时候很有可能是 刚刚好与先知以赛亚 这两位先知同时存在的年代 而他们所在的年代 再早一点点 就是耶路撒安二世的时代 那正是阿摩斯的时代 所以我们其实是照着年份就这样读下来 而耶路撒安二世在位的时候 虽然圣经对它并没有很好的评价 但是它却当时候真正的展 展现了以色列的国事 而但是当耶路撒安二世 它过世之后 这是在祖前749年 748年左右的那个年份之后 以色列 北国以色列 已经开始慢慢的败围 所以这个时候 弥迦的出现 特别先知弥迦 他不只是对撒玛利亚 就是北国以色列 说预言 事实上他也同时 对耶路撒冷说预言 所以先知弥迦 其实他同时对着 以色列这个族群 就是上帝子民这个族群 同时发生 并且严严的警告他们 弥迦在对他们说 你们犯罪了 而上帝所要 所以不论是撒玛利亚 你们在撒玛利亚敬拜上帝 不论是在耶路撒冷 你们敬拜上帝 这时候上帝都要出了他所住的地方 简单的说 你们在那里敬拜他 你们以为他在那里吗 不是的 上帝听见看见 你们所做一切的恶 而你们在这当中 所敬拜在田野里面 所敬拜偶像的这些罪恶 你们所做的这些事情 上帝都知道 因此先知说我要搂奔 我透过这个搂奔 所以虽然讲的没有太清楚 赤脚肉体而行 这第八节 但是他正在说一件事情 他说先知上帝的痛 上帝看见这些百姓所做的恶的痛 透过先知就这样彰显出来 并且让别人知道 他说我要哀嚎的像野狗 哀鸣像鸵鸟 因为这都要代表 撒马利亚跟耶路撒冷 未来所要遇到的痛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刚刚好正是先知 一开始的痛苦的预言 这个痛苦的预言 也正表明了百姓的痛 我们千万要记得 我们所在的地方 上帝知道我们的痛 而我们千万不可离开他 愿上帝的平安就与我们同在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谢谢你 因为我们深信 你是不被我们关在教堂 不被我们关在一个地方的神 你是跨越种种的神 你会看见我们平常所做所行的 我们是怎样的 用生命来向你献上敬拜 还是我们远远的离开你 而只有在礼拜天的时候 才像你的孩子 其他天我们都离开你远远的 主帮助我们赦免我们的罪 并且知道你就与我们同在 你看见我们每天之所行 求主的应许祝福就临在 你的孩子身上知道 怎么样在这个混乱的世界当中 保持圣洁 求上帝的应许与我们同行同在 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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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